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人好像在跟你讲说从财务数字看懂经营本质 当然我自己是一个会计很差的人 就当时我这个Stanford毕业以后 我也不敢去从事跟这个数字太有关的这个工作 那么但是一般的人就是很怕数字 那您这个当时呢就是又从财务数字看懂经营本质 就是您当初能不能讲一下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是谁找你写这本书 是谁找你开课 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的小故事 是不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刚开始是这样 是我要快退休了 那商周这方面呢 商周啦 商业周刊 商业周刊呢 他要开一系列CEO的课程 然后CEO很大 其实台湾很多CEO都不是学会计的 应该说绝大部分不是学会计的 绝大部分都不是学会计的 那甚至 不仅是不是学会计的 他们是连基本的初会的程度都没有 那要我去帮他们上一盘课给这些CEO听 怎么样去从财报把抓住重点 我就说好吧 那我来帮你上个三个小时的课 这三个小时的课呢 主要是介绍说呢 这些不懂会计人员如何从财报数字去抓到keypoint 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本书其实就那个三个小时的课 把它变成一本书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我在教这 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在教这一门课的时候 在跟CEO上课的时候 我是考虑过 其实台湾的CEO可否在用会计管理公司可否有三等 第一类型的CEO是他不是学会计 他也不懂会计 然后他管公司是用现金来管公司 那为什么用现金的量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人 平时我就每个月薪水多少 或每个月我多少赚了多少钱 然后我就把它花掉 然后月底剩多少钱 就是我这个月留下的钱 大概是这样 所以很多CEO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是用现金的观念来管公司 认为有没有赚钱 你看我到年底的时候 有没有留下多少现金 那如果我留下很多现金 就表示我赚到钱了 那其实是不对的 比如说这个我曾经以前去当会计师 去拜访公司 这家公司说他赚很多钱 那我一看报表 他根本没赚钱 他怎么会说他很赚钱 因为这家公司三年前 他买了很多设备 那设备有个现象 设备因为买设备 基本上设备有一个 会让企业产生一个叫折旧费用 折旧费用是不用花钱的 所以这家公司的损益表上是不太赚钱的 但是因为每年折旧费用 让他公司的现金多出来了 那这个折旧费用 其实就是以前买设备的折旧费用 他就以为自己赚很多钱了 其实根本没赚钱 那这种 所以这个告诉我说 通常一个公司 这个如果你用老板 是用现金来管公司 除非这个公司很小 一个公司稍微规模大一点的公司 大概是不够的 那第二种类型的这个CEO 他管公司就跟大部分 其实大部分的CEO 都是用第二类型的CEO 他就是用损益表来管公司 那损益表管公司当然是对的 这个尤其很多公司 他怎么管 通常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或是一个月 就会开一个叫做 比如说产销协调会 管公司这个有 我卖了多少东西 然后我生产多少东西 然后这个卖了 减掉我的成本 然后减掉我费用 我赚多少钱 大部分的CEO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样也是不够的 为什么是不够的 台湾过去有很多公司 赚钱的公司突然就倒了 那为什么就倒了 因为他只看一个表面 通常一个公司的损益表 是代表一个公司的外在美 那什么叫外在美 外在美就说 这个人难得帅不帅 你的漂不漂亮 这个叫外在美 那其实 一个人要把公司管好 他除了要看这个外在美 他要看内在美 内在美叫做 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那一个会管公司的人 要把损益表跟资产负债表一起管 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那怎么说 比如说我公司损益表是赚钱的 可是公司有很多运收账款 是收不回来 那为什么收不回来 因为这个有很多是呆账 可是这个业务员不敢跟老板讲 然后他说他们会去收 他去收 可是收了半年也收不回来 或者说这个公司的存货 其实很多 我以前在做审议委员的时候 做盘司奖审议委员 去拜访公司 就发现一件事 这个公司说赚钱 但是公司的存货一堆 那存货一堆 有些存货是放在工厂的生产线旁边 其实烂掉了 他员工不敢跟老板讲 或者是我做出来了 但是卖不掉 堆在仓库里面 那个叫存货 我的意思是说 公司表面上赚钱 其实如果资产互代表 不管好 比如说 我的印象上碗是收不到的 比如说我的存货是烂掉的货 那比如说我的设备 是不太生产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一个好的CEO 他不但要管限流表 要管损益表 还要管资产互代表 那我这本书的意思告诉他说 一个不是学会计人 怎么样从报表去看 那因为报表每个老板 基本上他在看的时候 都是看现金多少 应收账产多少 但是他没有办法赋予他意义 那我这本书写的时候 就是负以他意义 告诉说 你不懂会计人 你可以怎么看 比如说现金代表的是 公司的稳健性 那应收账款跟存货 代表的是 公司的管理力度 就是你会不会管理公司 这个不断产产跟设备 代表的是你公司的竞争力 其他资产 闲置资产是 公司的老板 有没有卓越精神 那所以我这本书的意思告诉我 你从报表的科目的金额 你可以延伸到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书其实我有买 这本书是上周出的 而叫 从财报数字看懂经营本质 接下来 marin